顺丰妇产科的每月长大了,不但变成赖妹还演出大制度权,裸,极片。 曾经记忆中的她们,现在长什么样了呢?在做什么呢?小时候,韩国有一部神剧叫顺丰妇产科,我不信你们没看过了。里面还有当时超嫩的宋慧桥和金素颜呢。 不过今天要说的是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,还记得每月吗?她是丁葵的独生爱女,性格刁钻泼辣。 每月的扮演者叫金承恩,小时候挺可爱的。 不过没想到长大后的金承恩,前几年竟然出演了成人电影《花样女鬼》,电影上映不少观众对每月拍这种大尺度的片子有点难接受。 不过金承恩后来也在推特中回应说,出演什么作品是她自己的选择,出演成人电影对她来说既没有压力也没有痛苦,不需要人们的同情。 现在的每月长这样了,看起来平时也是走成熟疯的呢。 不管拍什么行别的片,只能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吧。 其实只要她自己愿意粉丝都支持了。好怀念顺风妇产科啊。